打開冷凍庫 一籃籃鮮紅黑鮪魚 低溫描索鮮甜原味 來到產地屏東東港 漁港邊大快分解 每年四到六月 黑鮪魚既為東港注入活水 帶來人潮 更帶來前潮 畢竟台灣黑鮪魚全球知名 不只近海黑潮帶來漁精 我國遠洋漁業實力 更遠遠超乎想像 整個台灣遠洋漁業 在2022年的時候 是48萬噸 整個雲要包括了 由魚戳到尾網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們年產值 約三百五十五億 年產值高居全球前三 作業漁場更遍布 世界三大洋區 遠洋漁船全年無休 哪裡有魚就往哪裡去 但他們可不是傻傻追 靠的全是老船長的老道經驗 沉襲日本捕撈技術 台灣漁民又加以改進 其中最出名的網具生產巨擘 金州海洋 水產模擬龍頭風巡水產 還有超低溫物流順益 以及獲得歐盟認證的東河食品罐頭 這些台灣企業雄厚的產業競爭力 讓中國日本及歐美大國都得向台灣低頭 其中風巨水產更以年收入 四百五十億的驚人實力 在2019年買下鮪魚罐頭大廠黃蜂食品 搶下美國百分之四十一市佔率 讓台灣鮪魚成功外銷全球致魚 也成就遠洋漁業 日不落帝國 三星我何孟哲有一套 台報道